这个是60泰币的猪脚饭 炸猪排面是79泰币 猪子 How much? 20 今天我们在泰国曼谷 来感受一下当地人的 好事 之乎没有看到外国人的面孔 今天准备100人民币500泰酥 看看能吃到些什么 大碗定康 这里全泰碗的完全看不懂了 那我们就看图书画了 Do you want to get this one? Yeah How much? 60 60 OK 60泰币 Thank you 这个是60泰币的猪脚饭 相当于是12块钱人民币 这一份 我来尝尝味道怎么样 我们就这么一口 尝一下 这是龙江猪脚饭的味道 甜口的 这小朋友爱吃的 完全没有品味 这个可以 才12块钱 好吃吗 What's this? Pork Pork OK 碳式的春卷 它好像是放了各种的香料 然后放一片猪肉 它上面那层皮比较多 薄薄的 1 1 Yeah How much is it? 50 50 50 我来一份 它是香蕉直接烤的 是不是很搞笑 然后它是35一份 How much is it? 350 3个50 3个50 Mango 1 1 Mango 1 Piaco 1 50 Thank you Thank you 这个是鸡肉 猪肉 猪排 鱼 这个应该是肉饼 我们来个猪肉的吧 Can I get a pork? 1 49 我们来是本人 油肉吃肉的原则 因为它都是腌好 土豆 这是它的sauce Oh it's ok Thank you 然后第二份主食 这一份是炸猪排面 是79泰币 相当于13块钱人民币 然后这个是猪肉春卷 50块钱这么一盒 相当于10块钱人民币 然后点了三个口味的牛奶 50块钱三个 相当于10块钱三个 来尝一下二汉式的 意面吧 这是泰国的有香料的那种 一些紫白狗猪排 我觉得13块钱这个出品已经很强了 猪排很嫩 哦 它还配了三个酱 这应该是甜酱 这个花生碎再加一个辣酱 我把花生碎都撒上去了 那我来带甜酱擀上一下 我来保证这个小朋友爱吃了 甜甜的 这一块肉也很好吃 这泰式春卷真的还是不错的 这是古典儿 这个是Pineapple 菠萝布丁 觉得它的那个透吃的味道太重了 香精味道太重了 跟菠萝没什么关系 它这个很神奇 各种炸的那种鱼干什么的 炸好的小鱼干 各种各样的 它这边有小螃蟹 你尝一尝 它是甜甜的味道 哦 谢谢 鱼干 甜 对 这个 主要这个没有酱味 我觉得比较带吃 多少 80 80 它这边还有烧鹅 特别有黄肉 应该是70块钱一份 多少 80 80这么一份也很多了 这是泰国人自己的烧鸟 各种肉丸 估计12块钱一串 哦还有包子 How much 20 这里面应该是它里面的线 我们两个没吃过的 How much is this one 40 40 41 有肉吃肉 Thank you 这个小支蛋也挺可爱的 哦 安全带 30 这个50 Can I have one 你尝一下他们自己做的这种面 是什么感觉 碗香菇 然后他把这里的虾香肠等 全部都放了一些进去 背筋 这个我就不一定吃的来了 How much OK 50块钱 肉脏 然后把所有的东西进去拌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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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泰国的米粉50泰币 12块钱人民币 我们尝一尝 这个在做的过程中 我感觉我有一点点劝退了 我觉得还不快 它酸酸辣辣甜甜的 而且很轻口 费的只这10块钱 这个肉丸我们刚才买了 80块钱4个的肉丸 4块钱一个 尝一下 它是培根卷了一层全肉丸 很实在 还是一样 配的是这个是甜辣酱 它们这边很流行 这个甜辣酱 倒到里面拌一拌 我们再来一口 这个肉满足感最强 我觉得这个米粉 没有到那种劝退的状态 还是挺好吃的 但是它要水果 4 1 4 1 OK 150 今天跟大家正儿八经的体验了一下 曼谷当地人的消费水平 那像这样的法师 大家在地图里面搜一下 Market 就近选择就好了 我相信应该是大同小异 你根本不需要赶很长的路去 我们指名道姓这一家 当然这样的早市 也让我完全感受到了 当地人非常淳朴的民风 你就比如说 他们不会把坏果压到最底下去进行卖 然后呢 消费也很低 不会像秃秃车一样满天要价 那其实大家有机会来泰国早市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去体验一下 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到这里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